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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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誓成佛 为了成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什么呢 就是实修 就是修心 那么这个秀心 这个秀心它也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次敌 这个次敌是相当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次敌 的话 那么我们自己 修心 这个不一定有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词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 无论是学净土宗的也好 学禅宗的也好 学藏传佛教密宗的也好 我们有一个共通点 虽然是有些方法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最后目标都是一样的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成佛 就是为了成佛 佛无论是禅宗的或者密宗的 或者是净土宗的佛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禅宗的佛密宗的佛 或者是净土宗的佛 佛都是一体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 然后我们发心的 这个修心的动机都是一样的 凡是大乘佛法的 这个修心的动机都是一样 无论是你学净土宗的也好 密宗的也好 动机也就是在佛教里面 叫做发心 发心都是一样的 发心是什么呢 凡是大乘佛教的发心 都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度化一切终生 那么为了度化一切终生 需要度化终生的话 那么我们自己需要有这个能力 如果我们没有度终生的能力 那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度化一切终生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心愿 所以就是要成佛 成佛的目的 并不是说我自己从这个轮回当中活得解脱 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佛陀很伟大 然后佛陀脱离了所有的这个痛苦 没有生老病次的痛苦 那么我自己也要成为佛陀 不是这样子的目的 这是为了度化终生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度化终生 但是我如果我们要度化终生 那就是要成佛 如果没有成佛 那就是没有办法度化终生 这都是一样的 最终的这个目标都是一样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基础 最基本的这个发心都是一样 然后中间的有一些方法 有所不同 但是呢也是绝大多数的 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有一些细节上呢 也有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这个法门 有不同的这个巧诀 所以就是形成了 净土宗啊 禅宗啊 密宗啊 这个各派各宗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的方法有所不一样 最最终这个大道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首先是这个 首先要知道这一点 然后我们在无论是 无论是修那一个牌 无论是修那一个发门 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不同的这个阶段 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就是这四个不同的阶段 四个不同的阶段 从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刚刚进入佛门的人 到最后成佛的之间的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分这个四个不同的阶段 那么这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的重要 作为一个这个 向解脱的人来说 每一个环节都是不论少 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 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一下这四个阶段 为什么要介绍这四个阶段呢 因为我们有些人呢 就是就希望 就其中就是有一些阶段 有一些环节我们不想去做 然后呢直接就跳到 直接就跳到最后的阶段 直接就跳到这个最后的环节去修 那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不能的样子 这个要一步一步的走 才是很踏实 这样子 那么这四个阶段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出离心的阶段 第一个 就是出离心的阶段 第二个呢 就是菩提心的阶段 第三个就是正五空心 空心简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 叫做清经管 非常清经的清经管 这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当中呢 实际上从显宗到密宗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修法 这个过程都包含了 这个四个阶段当中 那我们学佛的时候 我们学佛的时候呢 必须要经过这四个阶段 必须要经过这四个阶段 那么四个阶段当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是密宗的修法 密宗的修法 从密法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密宗里面的一种方法 一种修法 从宪宗的角度来说 那是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意上的境界 从异地宪宗当中 就讲从异地到施笛 一地菩萨到施笛菩萨 然后底施一地就是成佛了 这就是佛 那菩萨就可以分十个 十个不同的层次 十个不同的境界 那每一个境界叫做一地 二地 三地 这样子有十地 那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 就是我们最后要介绍的是 八地菩萨以上的这个境界 那这四个境界当中 我们首先要学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这阶段是处理心 处理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比如说学佛的人当中 他愿意接受这个前世精神的观念 生命不断的轮回的观念 然后他也可以接受这个因果的观念 但是不想解脱 不想解脱 他就非常流连 对现实非常的流连 然后对后世 或者是人间的物质的相守 还有人和天人的物质相守 然后他就放不下 那这种人可不可以学佛呢 这种人也是可以学佛的 他没有想到要解脱 他没有想到要解脱 但是也是可以学佛的 那么这种学佛叫什么呢 这叫做人天成 这个叫做小成 大成 然后密成 有很多成 这叫做人天成 他没有想到要解脱 他没有想到要解决圣老宾寺的问题 他没有想到要成佛 他也没有追求阿罗汉 也没有追求菩萨的过位 但是他相信佛 相信轮回 相信因果 但是他不愿意解脱 那么这种人 我们可以提供 有一种修法叫做人天成 这是佛陀讲的 也不是我们提供的 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介绍一个 这样子的修行的方法 这叫做人天成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都不是 都不是这个 不是这种方法 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解脱道 解脱道 所谓的解脱道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方法让我们获得解脱 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完全可以获得解脱 这种方法叫做解脱道 那这种解脱道就是要分四个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四个阶段 那么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出离心 出离心 有出离心的理论 然后又出离心的实践 实践就是我们去修心 出离心的理论和它的时间 出离心 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大阶段的前行 蒲先生是眼角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佛经 里面就是讲了很多 关于出离心的理论 还有出离心的修心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 但是我们今天也要简单的说一下 要介绍一下 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课 是针对出学者 针对出学者 刚刚进入佛门的人 或者是虽然在佛门里面 就待了很长时间 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去学习 更没有修心 不懂得怎么样去修 就是针对这种人 我们今天的课是针对这种人 比较适合这种人 那出离心是什么呢 是大开解脱之门的禁要式 只要有出离心 我们可以大开解脱的门 如果没有出离心 那么就是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大开解脱的门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 这个出离心的修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第一个要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出离心的阶段 出离心 出离心是什么呢 从轮回当中解脱 然后从轮回当中脱离 奏向解脱 奏向解脱 这个就叫做出离心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在座的所有的人 都是学佛的 但是层次不起 有些人已经学了很长时间 学得非常的不错 有些人绣了很长时间 绣得也不错 有些人就是刚刚进入佛门 我们层次不起 但是出离心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 非常的重要 修心修了很长时间的人 也要修出离心 要共骨出离心 还没有修很长的事件 但是刚刚进入佛门的人 也要从出离心开始 我们学佛学了很多的人 很多人 虽然是学了很长时间 但是真正照不到一个实修的方法 具体的入门的方法 就是摸不到门 怎么样去入门 很多人都是 对很多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问题 当然 学了 已经学过 已经学过很长时间 比如说像菩提学会 这些学会当中 学了很多人的人 很多的人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呢 其他人 多数的人 就不一定很清楚 怎么样进入 怎么样 纵伤 解脱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的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非常的需要 这样子的像佛陀给我们的这些观念 非常的重要 不仅是解脱需要这些观念 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没有安全感 都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呢 这是一些过去的 很多的这些世俗的 这些很多的思乡 也就是发现不怎么靠得住 然后我们都 后来很多人都觉得 金钱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大家认为金钱 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呢 21世纪以后呢 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已经发现 金钱也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他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他能够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文保的问题 那么文保问题解决了 以后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金身上的 尤其是我们内在的一些 很多的问题呢 金钱 他是没有办法解决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 那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需要佛法 非常的需要这个佛陀 所提供的这些观念 这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非常有勇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痛苦 有钱的人 没有钱的人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痛苦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是完全没有痛苦的 只不过就是痛苦的来源 不一样 痛苦的来源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 不一样的痛苦 来自这个生活 工作 婚姻 感情 等等 还有身体的状况 比如说生病等等 有很多的这些痛苦 那么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 需要有一种方法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这种方法 在这些压力 这些痛苦的面前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脆弱 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痛苦 那么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面对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 没有给我们教逃比的方法 佛陀制造圣老宾寺的这个问题 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 很多的这些痛苦 挫折 是没有办法逃比的 尤其是圣老宾寺 是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的 最基本的痛苦 这是没有办法逃比的 那么唯一的 这是要去面对 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 只要有钱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根本就不是 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少 就是相当少的一部分 然后钱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相当的多 那么在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样解决 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方法 需要有一种这种 面对的方法 那么这个面对的方法 各种各样的文化里面都有 但是我认为 这是最彻底的 最究竟的 就是在佛陀 就在佛经里面才有 佛经里面 我们才能够找到 最好的方法 比如说心理学 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法 然后哲学 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法 科学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部分的方法 这些方法都有自己的作用 但是它都是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它只能暂时的控制 或者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但是每一个方法都非常有局限性 每个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 唯一的就是佛陀的方法 它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投入 能够用功的话 这佛陀的方法是最透诚 最究竟的 通过佛陀的方法 我们可以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还有很多焦虑等等 内在的很多的这些痛苦 通过佛陀的方法来解决的话 这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需要 过去我们很多人对佛法不了解 然后很多人都有无解 认为佛教是小极 北观等等 就是有这种想法 其实佛教并不是小极 也不是北观 佛陀就是一个 从一个非常公正的 非常客观的 去分析了人生 分析了这个世界 这样子以后 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人生轮回是痛苦的 当时我们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痛苦呢 人间不是多美好吗 生活是多美好的 为什么说是痛苦呢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观念 我们对人生的这种态度 或者是我们对人生的这个认知 是不够深入 然后从佛陀的理论来讲的话 佛陀是非常深入的去分析 我们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整个的过程 从佛陀的角度来讲 人生的确是痛苦的 但是呢 痛苦的意思是什么呢 佛陀并不是说 因为痛苦了 所以我们要逃避 他没有这种 他没有这么教我们 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 我们要去面对 那面对的方法 这叫做佛教的人生馆 佛教的人生馆 需要有佛教的人生馆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人生馆以后 然后我们要去修心 修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训练 现代人 就绝大多数的人 就是非常的重视 肉体的锻炼 肉体的锻炼 这是为了健康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亚健康的状态 所以大家都很重视 自己的个人的健康问题 大家去训练 运动都有 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 忽略的是什么 就是精神上的训练 精神上的训练 我们几乎都没有 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 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 衣食或者精神是 非常的脆弱 人我们越考物质 越依赖物质 然后内心就是越脆弱 所以就是当面对 这个生老病死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挫折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方法 根本没有任何方法 所以就很多人就得抑郁针 走极端的路 就是发生这些悲剧 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对现代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精神上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吃不饱 穿不暖的这个阶段 这个时代 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什么 这是一种心灵危机 这是一种新的危机 这叫做心灵危机 这时候最有用的 我们面对这个心灵危机的时候 最有用的是什么 这是佛陀的这种精神上的 巡演的方法 这个是最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修处理心 今天我们就是 就获得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有机会来做人 不仅是做人 而且有机会能够听佛法 然后有机会根据佛陀的教育 来要求自己 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揭晓这个出离心的原因 那么出离心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出离心是什么 我们在以前的这些书里面 揭晓过 很多地方都揭晓了 但是可能有些人 可能也许还没有去看 简单的说 出离心是什么 那么出离心我们从轮回当中 真心是意的想 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 解脱出来 从圣烙宾死的痛苦 还有从谈 称 词等这些烦恼 这些烦恼当中脱离出来 脱离了以后 然后就是奏向解脱 那么这个年头 这个决心叫做出离心 这个是我们的实修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无论是修 产宗的 修净土的 修密宗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经过第一个阶段 就是出离心的阶段 如果没有修处离心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不认为 这个轮回是痛苦的 根本就不认为 根本就不愿意脱离这个轮回 根本就没有想要解脱的这种想法 这些都没有 那么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净土宗念佛是为了什么 然后呢 产宗的想明心见心 也是为了什么 那密法里面讲的这些修法是为了什么呢 都是没有目标的 都是没有目标 如果有目标的话 那也就是不是解脱 那么他们的目标不是解脱 不是为了解脱 如果不是为了解脱 念阿弥陀佛 那有没有用呢 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是为了解脱 修禅丁 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外道 外道的这些法门当中 也有禅丁 禅丁外道也会修 但是呢 外道的禅丁 它不是为了解脱 它不是为了解脱 就不一样的区别佛教的禅丁 是为了解脱 外道的禅丁呢 它是为了神通 它是为了神通 并不是为了解脱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所以 所以无论是那一个 这个宗派 也 那一个这个发门也好 都必须要经过 第一个阶段 出离心的阶段 必须要有出离心 只要有了出离心以后呢 才能够进入 这个解脱之门 也就是说 才能够奏上 解脱的道 我们刚刚也讲过 出离心 就是大开解脱之门的 禁咬石 那么无论是颤宗的 净凸宗的 什么宗也好 都要走上解脱道 都要走上解脱道 那如果没有出离心 念佛 能不能这个 往生极乐世界呢 这个很难说 然后呢 如果没有出离心 修颤宗 能不能成就呢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如果没有出离心 修密宗 能不能成就呢 这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第一个阶段 是出离心的阶段 我们这个必须 大家必须要修 那出离心的阶段 出离我们刚刚讲 出离的意思呢 是从这个轮回当中 我们要一心想 从这个轮回当中脱离 那么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 从轮回当中脱离呢 为什么要从这个轮回当中 解脱呢 就是要首先 深深地体会到 这轮回里面呢 轮回是痛苦的 那么痛苦有胜了 并是我们先不讲 地狱啊 出生啊 我们先不说 仅仅是人 对人来说 人就是有生老病死的 这个痛苦 人也有幸福的时候 也有快乐的时候 这个佛也不否定 但是呢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都是痛苦 人有今生上的痛苦 然后有肉体的痛苦 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然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么下医生 就跟不好说 所以呢 就是要解脱 所以要解脱 只要有 需要有这种想法 有出离心和没有出离心的 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人的区别是什么呢 比如说 有了出离心以后呢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工作了 不要家庭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他并不是这样子 那出离心 有出离心和没有出离心的区别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 对没有出离心的人来说 他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 就是很多人的目标 就是享受 这个现实 生活当中的 幸福快乐 很多人 比如说 这个享乐主义 这是知习王 就是这一生当中的 这个享受 就是 绝大多数的人的目标 是什么呢 结婚 生子 然后就赚钱 养牢 然后就没有了 这就是 没有出离心的人的目标 没有出离心的人的 生命的目标 生存的目标 那有出离心的人的 目标是什么呢 有出离心的人 一样的可以结婚 生子 赚钱 养牢 都可以 但是呢 唯一的不一样是什么 他有另外的追求 有另外的追求 有另外的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现实生活的层面的 这些追求意外 还有一个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解脱 为了解脱 而修心 为了解脱 而学习 这修心 学习 对一切的最终的 最终的这个目标 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为了解脱 这就是处理心 有处理心 和没有处理心的区别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只要有了处理心 就不要工作 不要家庭 一定要去出家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想法 有处理心和没有处理心的区别 并不是出家和在家 并不是工作和不工作 并不是有家庭和没有家庭 那么这个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唯一的区别 就是有没有想解脱 有没有要解脱的这种 有没有对这个解脱的追求 这就是唯一的目标 那么我们首先要建立 这个基础 处理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处理心的话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解脱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如果没有出离心 那我们念佛 念得再多也好 这个不一定能够解脱 然后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 那我们禅宗的大佐 修禅丁 修的再好 也不一定能够解脱 如果没有出离心 我们学密宗的 学的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大家必须要 重视这个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 我们怎么样去修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 为什么要修出离心的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原因 那怎么样去修出离心 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要去修外加心 外加心 很多人都应该知道的 外加心 就是我们修加性的时候 先修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轮回的痛苦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外加心 要修外加心 唯一的方法 最具体的方法 就是修外加心 通过修外加心的方法 然后通过修外加心 然后我们建立 这个处离心 自从有了处离心以后 自从有了处离心以后 我们已经进入了解脱道 已经奏上了解脱道 所以解脱 当然是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们奏上解脱道 这个很容易的 很容易 如果我们没有这处离心的话 比如说念佛 念了成千上万遍 几个仪 也不一定走上解脱道 然后如果没有处离心 修离心 就日日夜夜修离心 也不一定能够走上解脱道 只要有了处离心 什么时候有处离心 什么时候就是进入了解脱之道 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处离心 那么处离心的来源 就是首先要知道 人生 我们的生命 这个人生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这一生得到这个人生 不是无缘无辜 它是有姻缘的 那么这个姻缘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这是从无事以来到今天 我们在曾经积累了很多的 积累了很多的福宝 才有今天 才有今天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人生以后 它的真正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呢 并不是赚更多的钱 并不是做什么 这是唯一的它的这个价值 真正的它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去奏上解脱道 从此以后能够奏上解脱道 我们就是接触这个柔题和这个今圣 今圣然后就奏上解脱道 这是它的唯一的这个价值 首先去修这个人生难得 然后人生难得 修行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说 我们修无家性的时候 修这个无常 或者是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呢 就观乡 观乡一下子就观乡完了 几分钟之内就观乡 观乡从头到尾观乡 思维的时候观乡 一下子就观乡完了 然后小国也就并不是那么好 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我们还没有深入的去学习 人生难得 厦满难得 它这个里面的这些 这些每一个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修法都要去学 首先要去学 学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静下来 静下来搭着 搭着 这叫做实修 实修第一个是搭着 然后呢 不搭着的时候 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如果是在生活当中 就是人生难得 无常 云用到生活当中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实修 现在很多人说 我们要把佛法 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个话 说的没有错 佛法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 但是呢 首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 我们自己要有佛法 有佛法 然后我们才能够融入到 融入到生活当中 然后如果我自己内心当中 没有佛法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我怎么样去融入到生活当中呢 我拿什么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什么叫做 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佛法呢 佛法是像处理心呢 菩提心呢 空心解 这些都是佛法 尤其是佛法的精华 那比如说我们没有处理心 那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没有办法融入 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到生活当中 那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融入生活 如果我没有正物 我自己没有正物 没有正物的空心解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什么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呢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把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的前提 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佛法 有了佛法以后 才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这两个阶段都叫做实修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搭着 静下来 认真的去思考 思考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等等 那这是一个实修 然后呢 平时我们工作的时候 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学到的东西 那这些我们的这些干熟 或者是这个静节 就融涌到生活当中 那么这个也是实修 这两个都是实修 这样子以后 才能够 才能够 培养 出离心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人生难得 然后第二个 第一个人生难得的时候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这一生我们的这一个人生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人生当然是有 全球有其实 其实以人口 人是很多的 但是呢 真正懂得 走向解脱的 那么这叫做下满人生 这样子的 要活得一个这样子的人生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既然是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人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珍惜呢 那唯一的有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赚更多的钱呢 民生呢 低违啊 是不是要去追求这些呢 这些很多人去追求了 很多人也得到 但是呢 我们可以到养老院里面去看一看 养老院里面的很多的 这些老年人呢 他曾经是有一时的辉煌 他有辉煌的时期 他也有名 也有 也有这个敌微的时候 他也有钱的时候 但是呢 人最终 还是是这样子 而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那这些 这个 有没有用呢 就更没有用 有很多人说 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幸福 我已经很开心 很快乐 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去 学什么 修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必要 因为我没有什么痛苦了 所以我不需要去学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 暂时可能是这样子 暂时他比如说工作顺利呀 家庭和母呀 身体健康啊 有可能 有可能是这样子 他认为不需要 但是呢 这个是非常短暂的 非常短暂的 在场最多 也就是这么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呢 他会不会这么说 他会不会说这种话呢 不会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不追求解脱 支堃研迦的 描迦的这个所谓的 心腹 那就是我们 省罪与 燕迦的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 所谓的这个心腹 然后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去追求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次我们就把这个人生 就是给浪费掉 所以一定要珍惜机会 这叫做修人生难得 如果我们不修人生难得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是真有意思的 这个都不懂 这样子以后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追求解脱的意志 所以第一个要修人生难得 然后人生难得修完了以后 下一个就是无常 死亡无常 无常是非常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希望不离开父母亲人家人 永远都跟他们在一起 永远都希望跟父母在一起 跟家人在一起 永远自己的身体健康等等 但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规律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已经决定了 我们很多人说民众注定 那么什么是民众注定呢 生老病死是民众注定 这是因为是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物质 生命 以及其他的万事万物 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 无常的这个框架当中 任何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事物 从这个框架当中 逃不出去的 所以这是已经注定了的 这是已经注定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我们希望永远都幸福 永远都跟家人在一起 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 但是这个都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无常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佛陀告诉我们 让我们不要去拒绝 拒绝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提导 很多人都不愿意提导死亡这两个字 不愿意听死亡这两个字 不愿意去研究或者是思考死亡 跟死亡有关的事情 那大家都都都都很拒绝 很排斥 然后呢 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工作 还有这个家庭情人的这些分离等等 那都很不愿意 都很不都拒绝 那么越拒绝 那么这些东西面临的时候呢 越是痛苦的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拥挤 去面对这些东西 一直都在拒绝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套逼 但是呢 总有一天 这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没有办法套逼 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那么世间的世俗的普通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准备 就没有任何的方法去面对 死亡 没有任何的办法去面对无常 面对无常 大家都不懂得怎么样去 面对 只要这些比如说死亡啊 无常啊 那这些东西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或者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 就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面对 那么佛陀就告诉我们 就是有一种训练的方法 训练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今生 可以训练 我们的今生 内心 可以提升 提升 可以提升 它的级别 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最后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训练成一个非常强壮的状态 让我们拥有一个这样的强壮的这个精神 这样子时候呢 力量 就用这种力量去面对 生老病死 那么这时候呢 不会痛苦的 实际上 佛陀叫我们面对的方法 并不是叫我们逃避的方法 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所以啊 这是要训练 无常 总是他会来的 他不但是来 而且他每一天 他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都接近我们 接近我们 每一个小时都在接近我们 每一天都在接近我们 死亡 昨天跟今天 我们今天离死亡 接近了比昨天24小时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他总是会来的 那么他来的时候 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 面对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要训练的 这叫做修 修无常 这叫做修无常 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 然后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 感情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等等 随时随刻都有发生这种无常 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无常 那么这种无常 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的抑郁症是怎么来的呢 并不是因为没有钱 并不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而得这个病 不是这样子 那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感情 婚姻等等 这些精神上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就得抑郁症 然后就最后就走这个极端的路 很多人是这样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训练 没有这个训练 所以面对的时候 略行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过这个罐 但是呢 无倾的这些东西 无常 它总是会来 它随时随刻都会发生 有些时候它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 有些时候它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无常是一个非常无情的 它不管我们有没有办法面对它 它发生的时候都会发生 那么这时候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这个训练的话 那是很痛苦的 这个训练叫做无常的训练 无常的修法 这叫做我们的修心外加心当中的第二个修法 第二个修法是无常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比如说有些人非常有钱 就开名车 住这个好宅 但是呢 这也是 也许是几年 也许是世纪年 最多 也就是几十年 那么几十年 过了以后 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吗 它不是这样子 这无常 随时随刻都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个都有可能的 这都有可能 这个我们经常 在新闻上我们经常都看得到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这也是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 训练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生命 虽然是赖之不宜 但是呢 逝取这个生命 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人的生命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说没有就没有 这个很容易 如果我们赖到了这个世界 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 一个这样子一个机会 一个这样子的人生 但是呢 我们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什么也没有做 这样子走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了 砖签 砖的再多也好 这个只能在这一身当中可以用 然后呢 下意识 也不能带重 然后呢 在这一身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 金钱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不能解决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他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 那么有钱人 不会去自杀 不会得抑郁症 但是呢 有钱人得抑郁症的有多少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 这时候呢 要知道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这一身当中应该做的是什么 那是解脱 走向解脱道路 这是一个我们的人生的一个长远的计划 长远的计划 这个并不是说我这一身当中的计划 并不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或者几十年当中的计划 这是一个生生死死的一个工作的计划 一个长远的计划 长远的一种解脱的方案 那么这个确定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干净去做 为什么呢 这个时间 会不会等 等我们 这个不好说 时间 随时都有 我们的身体 生命 一切 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 举大的变化 这样子的话 我该做的事情 如果干净去 不做的话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 失去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 失去了以后呢 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 这就非常不好说了 所以这是我们平时 就是大家都没有接受过 这个佛陀的教育之前呢 那我们就只懂得赚钱 消费 就这两个 也就是说赚钱和花钱 就在这两个之间 就在这两个之间 但是呢 我们现在啊 就是接受了佛陀的教育 以后呢 我们懂得 除了赚钱和消费以外呢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追求的东西 之所以我们的人生 很难得 宝贵的人生 下满人生 就是因为 他可以做 除了消费和赚钱以外的 一个东西 他可以去追求 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除了这个 赚钱消费以外 什么都不可以做的话 那么为什么说 下满难得呢 为什么他这么难得呢 他没有什么很难得的 跟普通的人生 或者是跟普通的生命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很难得的 但是难得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追求一个 更高的经济 更高的经济 普通人 或者是一般的生命 是没有机会 去追求的东西 我们可以追求 有这个机会 所以人生难得 那我们 所以就是要思考 这个人生难得 以后就去思考 这个寿命无常 然后就深深地体会到 我干净去修行 干净去周上 解脱的道 否则的话 就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 这样子非常可惜 这是第二个 实修的方法 我们要培养出离心的话 出离心 它是一个结果 然后 培养这个出离心的方法 只有四个不同的方法 四个不同的方法 这四个不同的方法的 总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处理心 那么两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个 人生难得 第二个 死亡无常 死亡无常 就是这两个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轮回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 释迦牟尼佛 他给我们看一个 看一个流导轮回的全经的图 全经的图 也就是整个生命的 全经图 我们今天看到的 用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人类 还有动物 我们只看到这些 这是生命的一部分 也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除了这个 除了人类 除了动物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生命呢 还有其他生命的存在 那么这些生命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生命 有些叫做地狱 有些叫做恶归 有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任何一个 比如说天人也好 人也好 地狱也好 有一个共同的 有一个共同的痛苦 共同的痛苦是什么 最基本的痛苦是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 圣老兵辞 是我们所有生命的 这个共同的痛苦 佛说轮回是痛苦 但是呢 我们刚刚介绍过 我们不能误解 佛的教育 是很小极 悲观 它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佛陀根本就没有否定 我们的生活当中 偶尔会有很幸福的时候 也有很开心的时候 也有很快乐的时候 这个是有的 但是呢 所谓的快乐 开心 幸福 都是非常的短暂 都是非常的短暂 我们可以说 除了有非常有福保的人 以外呢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当中 真正非常快乐的 开心的时间 是不是很多的 不是很多 绝大多数的时间呢 就是不开心的 有压力 焦虑 有虑 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 这精神上 或者是肉体上的 这些不幸福的时间呢 特别的很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佛陀告诉我们 佛陀就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分析 人的这种痛苦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自己认为是心腹的东西 心腹的东西 实际上从圣层次的去分析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 一种痛苦 实际上它是一种痛苦 我们认为这是很心腹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痛苦 比如说我们吃一种非常好吃的美味的美食 然后里面有毒 这个吃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这个毒 里面有毒的存在 也没有痛苦 享受美食 但是它实际上这是一种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个 因为吃了这东西以后 它就会导致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痛苦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 从某种层面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种痛苦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心腹 所谓的心腹会导致很多的痛苦 如果没有这种心腹的话 它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比如说我们人的渔亡 渔亡增长无限的膨胀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拥有很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比我好 这样子以后 我们立即就对我自己的东西 立即就失去这种它的美丽 我以前 之前认为我 比如说放置也好 撤子也好 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 是非常有美丽的 自己很满意 但是看到同时或者邻居 或者其他人拥有更好东西的时候 然后这些自己拥有的东西 立即就立即就会消失它的所有的美丽 从此以后它没有任何的美丽 不满 不满足 不满足 然后我们去拼命的去追求更高的更好的东西 然后得到了以后 然后我们对国取的 对国取的 国取我们非常满足的 非常满意的东西 然后立即就立即就不甘心趣 然后这样子以后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有更高的东西 然后我们对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失去 失去信心 没有任何的 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美丽 这样子不断的去追求的话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 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幸福 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 没有考虑到 它的背后的很多的东西 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只看了它的表面 去追求 然后它给我们导致的 比如说 比如说方子 车子 不断的去升级 我们只看了它的升级的这一面 根本就没有去考虑 它在我们去升级 这个方子 车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付出多少 那这些付出对我们来说 是意味着什么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很多的 很多东西也导致了非常多的 在这个背后就有很多的不幸福的东西 不幸福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普通人的人生观是非常的简单 价值观非常的简单 我们认为只要有钱就会幸福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 置人钱 除了钱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认 只要钱除了钱以外我们也什么都不要 那么这个价值的去向是有严重的错误 严重的错误 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为什么知人钱 那就是认为油签 就有物质相受 但是物质的相受 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他的生命的整个的内容 意思呢 他不是 那么有更高的东西 我们就失去了追求更高的这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有这个轮回的痛苦 要去思考这个轮回的痛苦 深入的 盛层次的去思考轮回的痛苦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这个轮回的确是很痛苦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发现 然后我们就会有勇气脱离轮回 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沉迷在这个轮回的轮回当中 沉迷在这个所谓的心腹当中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这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名 礼等等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然就会去追求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 那么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身外的东西 而是内在的一种一种这个境界 唯一能够考得住 唯一能够考得住 可以作为我们的今生的这个制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一种精神 内在的一种境界 只要有这种境界 只要有这种境界 无论我们贫困的时候 或者是悠闲的时候 都很幸福 不单是我们幸福 而且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更多的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境界的话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话 无论是衰老的时候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都一样的幸福 无论是圣病的时候 或者健康的时候 都一样的幸福 不单是我自己幸福 而且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方法可以传播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也可以这样子幸福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 我们不要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轮回是痛苦的 那么意思 佛陀的意思呢 我们不要把一生的所有的时间 一生当中的所有时间 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 投入到追求名和利 这个当中 这样子是浪费的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浪费 那么佛就是说 佛也没有否定 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 非常的享受这种肝管的刺激 他离不开 所以佛也没有告诉我们 一直当下就要放下这一切 佛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佛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价值观 一个全新的价值观 然后以这个价值观 作为我们的人生的导向 然后就走向解脱 这是非常客观的 然后我们明白 这个轮回是痛苦的时候 我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我们 以前我认为 我自己的车子 房子什么拥有的东西 都是觉得很好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追求 但是我发现 有更好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立即去追求这个东西 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还没有发现 成佛 利益终生 帮助终生 或者是这些 更高的 这些崇高的 这些经济 我们都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们自动的去赚钱 自动的去 持喝万乐 那么没有别的追求 我们没有别的追求 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 更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发现 更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 没有去追求 追求这些东西的相反 但是佛陀 给我们致电 另外一条路 人也可以 这样子可以生活 人也可以换 另外一种方法去生活 人也可以走 物质的这条路 但是人也可以走 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就是提升自己的心理 并不是提升 我们身边的物质 提升自己的心灵 人的心灵 完全可以提升到 一个非常高的经济 非常高的经济 人的肉体 也可以提升 但是这个的提升 是有局限性的 人的精神 它可以无限的提升 无限的提升的意思是什么呢 最后就可以提升到 佛的经济 实际上 释迦牟尼佛的经济 它不是身险的经济 也是一个人的经济 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 这种经济 这是一种内在的智慧 智慧的经济 这个经济提升到 这种地步 这时候呢 我们自己就是 拥有一个 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经济 所以在这时候呢 有无知 没有无知 衰老 年轻 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时候 都不痛苦 这时候呢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 从轮回当中脱离 从圣老宾寺当中脱离 这叫做解脱 所以佛教这样的解脱 其实根本不深迷 这里面没有任何深迷的东西 佛教的解脱呢 它整个的过程 就是讲什么呢 就在讲人的经验 就在讲人的经验 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经验 这人一个人从一个 一个有贪嗔痴 得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一直走到最后 就是佛的经济 这一整个的过程 整个过程是人的这种 精神的训练的一种过程 其实这个是非常 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可以填饱肚子 一样的真实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自己永远都不修行 就站在这个门外 当一个盘广子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个很神秘 很神秘 其实就是 为什么我们认为神秘呢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 没有去体会呀 没有去体会 没有去亲神体会 所以我们觉得神秘 其实这里面 没有觉得 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 佛教不将鬼的力量 不接触跪的力量 也不接触神的力量 佛教是讲智慧 将菩提心 就是慈悲心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畏心 我们现在有没有慈悲心 我们有慈悲心 每个人都有慈悲心的 但是呢 我们的慈悲心 非常有居先性 但是这个居先性的 有居先性的这个慈悲心 它也是可以培养的 它可以培养最后 可以培养到直搞无上的慈悲心 这就是佛的慈悲心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没有智慧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 但是我们目前的智慧 是非常有居先性的 但是这个有居先性的这个智慧 也是可以培养的 可以训练 可以被训练的 训练了以后呢 最后可以训练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这叫做佛的境界 这叫称佛 其实这个整个的过程 都是人的精神的提升的过程 人的内在的精神提升的一个过程 根本就没有什么生命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忠实 我们必须要追求解脱 追求解脱 我刚才也讲过 追求解脱并不依偎值 不要工作不要家庭 工作是什么呢 这是为了我们的生存 并不是为了解脱 这是为了生存 家庭呢 也是为了生存 家庭 社会 就是一个这样子 就是人 就是要 就组成一个这样子的家庭 然后通过这种心事 去生存 那这是人的一种生存的方法 人的一种生存的方法 这个并不是说 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没有处理性的 没有学佛的人呢 他把这些当作 他的生命的最终的目标 生命的最终目标 其实这些是不值得 作为生命的 我们生命的最终的目标 但是呢 这个我们可以作为 生存的方式 这是因为我们学佛的人 也要生存呢 那我们生存的话 那么其他人怎么生存 我们就这样子生存 跟大家是一样的 所以要工作呀 所以要有家庭呢 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佛教徒 修行人 追求解脱的人 也是跟普通的人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去工作 一样的去养家户口 一样的去生子 一样的去养家户口工作 都是一样的 但是唯一的不一样 是什么 我们有另外的追求 这一切是我的生存的方法 并不是生存的目标 生存的方法 我通过这种方法去生存 然后生存了以后呢 我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 那并不是这些了 那是另外一个 那是什么呢 就是解脱 就是解脱 这个我们曾经也说过 比如说一个交通工具 一辆车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所在 并不是 它就是耗燃料 那么它通过耗费燃料 然后就是载东西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那我们人也就是 我们人需要生活 需要生存 那么人的目标 它不仅仅是生存 生存 东屋也生存 也可以生存 任何一个生命都可以生存 这个不是人的特点 生存下来了以后 我们的生存的目标 就是追求解脱 就是有这种觉醒的话 这叫做处理心 这是第二个 要去深入地去思考 深入地去思考 人的痛苦 人的痛苦 比如说地狱 出生 人 恶归 等 这每一个生命 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 痛苦 地狱我们没有看到过 然后恶归我们没有看到过 但是佛经里面 讲过很多这些生命的痛苦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去思维这些痛苦 然后动物的痛苦 我们经常都看得到 在动物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动物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人的痛苦 我们自己经历过的 情深经历过的 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然后思考了以后 深入地去思考以后 我们才发现 原来轮回是很痛苦的 那么人轮回很痛苦的话 我必须要去照一个方法 照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去面对这些痛苦 不但是我要去照 而且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去照这种方法 我照到了这种方法以后 我把这种方法告诉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也就是 也就在这个轮回当中 不痛苦 不痛苦 虽然是人在这个轮回当中 但是我们面对这个轮回的 这些生老病死的时候 不痛苦 有这种方法的 是有这种方法 比如说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 两个人去面对同样一个问题 同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的发生 对这两个人的影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对一个人来说 对一个人来说 这个事情的发生 虽然是一个大吉 但是不是很严重 对他的心理没有那么严重的床伤 那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完全是大吉的 就是不行了 就完全是崩溃了 就到这种地步 那么为什么呢 这同样一个事情 为什么对两个人的大吉的程度都不一样 那是两个人的这个 内在的精神的这个面对的方法不一样 面对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对两个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学佛 我们大做修行 实际上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寻找 寻找 谈索 寻找 这个面对 更好地去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 这个方法 比如说西方医学 在东武的身上 就像百老鼠等等 东武身上 做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 在干什么呢 在造什么呢 他们在寻找一种 人 圣兵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 快速地解决的一种方式 他们的这种过程是非常的残忍的 但是呢 他最终他在寻找什么呢 他就是寻找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佛教徒 修行大做 也是同样的在寻找 寻找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寻找 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 衰老的时候 失败的时候 破产的时候 或者是家庭破水的时候 等等 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这样面临的时候 面对的时候 怎么样地去面对这些问题 怎么样面对才不 不痛苦 怎么样面对才有 才不会有这么大的创伤 都在寻找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那我们自己这种方法 我们招导了以后 在我们自己的大做的 实际上大做的过程 也是一种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 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 实验成功了以后呢 他可以把这个科技的产品 可以推广到实陈 那我们大做学习 实际上做什么呢 也是在做一种心灵的一种实验 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实验成功了以后呢 是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方法可以推广 可以讲 可以传播更多的人 释迦牟尼佛当初就是这样子 释迦牟尼佛他去实验 他去研究 他有他的理论 他有他的实验的方式 最终他也有这个结果 释迦牟尼佛发现 这样子可以解决人的 这个最不容易解决的这些问题 修心 通过修心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这样以后呢 佛发现了以后呢 佛也在就是长时间 自己实验 实验成功了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嘎 成佛了 这就是他的实验成功 那么成佛了以后呢 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呢 他就专了初次法轮 这就是科技的产品 推广到时常一样 释迦牟尼佛把自己的 这个心灵的实验的结果 就告诉大家 然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也是根据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教育 然后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身上 心灵 实验 实验成功了 什么叫做实验成功呢 这是我们真武的时候 这是我们真武的那一天 是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真武 也就是产总讲的 明心渐行 我们那一天明心渐行了 那就是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也就是 这个净土中讲的 一心不然 一心不然 一心不然的念佛 如果我们能够大到 像虚云老和尚 他们讲的这种 一心不然的经节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实验也是成功了 我们的实验也成功 像密宗修七脉明典 然后也是 正无空气 正无指挥 这个正无的时候 是我们的 每一个教牌 每一个法门的 自己的实验成功 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些 这种方法 告诉更多的人 然后呢 更多的人也可以 可以获得幸福一点 不仅是获得这一生当中幸福 而且圣圣思思都可以幸福 圣圣思思都可以幸福 圣圣思思都可以快乐 从这个角度来说 整个佛法 整个佛法是一个 是什么呢 平时我们叫做 这个叫做佛学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 超级的心腹学 一个超级的心腹学 我们的所有心腹学 心理学 西方心理学当中的 所谓的很多的心腹学 只不过就是暂时 解决一些 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些游驴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 很彻底的心腹学 佛法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一个超级的心腹学 当然跟西方的 这个向乐主义 当然完全是不一样的 向乐主义 它的目标 就是锁定在 眼前的物质的相守 什么都不管 只管这个物质相守 这叫做向乐主义 佛教也在追求心腹 佛教的目标也是心腹 佛教在追求什么呢 也在追求心腹 但是他追求的心腹 并不是物质的心腹 物质 赖自于物质的心腹 释迦牟尼佛从来也不否定 不否定 人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 要依靠物质生存 这一点 佛也是人统的 佛也不会否定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 如果我们自己拥有一个 更重搞的境界的话 那我们这种心腹呢 完全已经超越了 赖自于物质相守的心腹 所以释迦牟尼佛 我们也可以说 佛教也在追求心腹 但是呢 他追求的心腹呢 已经超越了 我们的普通人的 追求的心腹 然后呢 他的追求的心腹 并不是质义神当中 不仅是质义神当中的心腹 而且是圣生死死的心腹 另外一个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他追求的 不仅是自己的心腹 而且他追求的是 所有生命的心腹 天下所有生命的心腹 释迦牟尼佛 传法的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天下所有的生命 就通过佛告诉我们的这种方法 最后都能够达到他的这种经济 这个是他的唯一的目标 他的唯一的目标 那我们今天学佛 学大乘佛法的人呢 我们的目标也应该是这个目标 这叫做法菩提心 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我们现在的轮回是痛苦的 如果不痛苦 我们牵食非常有福保的人呢 有可能暂时 就像有些人说说的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身体健康啊 发财啊 工作顺利啊 一切都很好 但是这个也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这个很长 一个人 他的这个福保是有局限的 有局限 所以他如果他这一生当中很幸福 那下意识也没有包障 所以佛认为就不值得追求这么一点点的幸福 应该追求更高的幸福 然后呢 不应该追求个人的解脱 个人的幸福 而要追求所有生命的幸福 这是佛这个佛的传法的目标 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二个 轮回痛苦 我们要通过这个轮回的痛苦 然后发现这个绣轮回的痛苦 然后发现这轮回里面呢 到处都是痛苦 即便是有幸福 但是呢 也是非常的短暂的 所以我不值得一胜的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力去追求这么一点点的幸福 我应该追求更高的幸福 我应该去追求天下所有生命的 所有生命的追求 不应该追求我个人的幸福 我不应该追求 这一生当中的幸福 我应该追求生生死死的幸福 我不应该追求 来自于物质的 仅仅是来自于物质的这个幸福 我应该去追求 超越物质享受的幸福 这是我们第三个轮回的痛苦 这个修法的目标是这样子 它的结果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因果不虚 因果不虚 那么我们今天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 为什么有些人幸福 有些人不幸福 每个人都很忠实自己的健康 为什么有些人健康 有些人不健康 大家都拼命的去赚钱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发财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发财 有些人一生都不发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当然不排除 有各种各样的客观的因素 客观的因素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 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什么 这就是人的前世的淫源 就是因果 因果 因果是我们的肉眼 没有办法看见 它的因和它的过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见 我们要不看到 要么就是看到它的因 要么就看到它的锅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锅是从这个因当中产生的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我们的肉眼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这个现代高科技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次了 我们现在非常的相信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局限性 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 这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的思维 思维不出来 我们不能判断 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不代表什么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所有的干关的 这个都有非常的局限性 那么超越了这个干关的约束 超越了这个我们的这些思维的这个约束的大智慧 所以佛陀的智慧才能够知道 才能够知道这前前后后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相信佛陀的这个英国 英国学说 我们要承认英国 英国这是非常简单的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中国德国众都得懂 这个所有人都是承认的 共同的观点 共人的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做善事得好保 做恶业就得恶保 这个为什么 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我们为什么不承认 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 我没有看见这个 所以我不承认 难道我们不看见 看不见的都不承认吗 都不是 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 英国的存在 英国的存在 我们接受 对我们人类 对我们的全 全生命来说 是有好处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坏处 所以 我们先去接受 这个英国的观念 英国观念 大自然 是由他自己的这个规律 这个我们的人的意识 是没有办法改变 至少我们在这个 没有什么修行的这个时候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他的自然的规律 他自己有一种自然的规律 他根据他的自然的规律 会发展的 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 他只是有他自己的规律 那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所经历的很多很多的 心腹痛苦 他也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只是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看见 他的规律而已 实际上他也有一个规律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我们自己想怎么样 他就会怎么样的话 那么这个天下 不会有不健康的人 不会有痛苦的人 不会有贫穷的人 但是有贫穷的人 他不是不愿意发财 圣病的人 他不是不愿意健康 但是做不到 为什么呢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因果 因果的一般 是客观的因素 另外一个大部分 是我们看不见的一种 另外一个 隐蔽的 比较隐蔽的 隐心的隐国 隐心的隐国 存在 他在支配 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相信因果 那么相信因果 以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做呢 然后我们从现在去 执着善识 不作恶 那善恶的区别是什么 善恶的区别是什么呢 凡是对他人有利的 都叫做善 都叫做善 暂时也有利 未来 将来 也有利 都叫做善 恶是什么呢 对他人 现实当中 或者是下意识当中 对他人有海的 上海到别人的这些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 都叫做恶 那么我们从现在 尽量的 不可能我们从现在 就不做任何的 不做任何的这个罪业 但是我们尽量的 从现在开始尽量的 心想 断额 但是首先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经下来了以后呢 去思考这个因果的理论 因果的理论 然后有什么样的因 就有什么样的果 然后去思考这些 然后呢 见一丁不易的相信 因果 以后呢 让我们可以用到 现实生活当中 比如说 当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这个因果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应用 比如说 比如说 就在没有任何人的 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贪污一百万 或者是你可以 就是投 或者是倒 或者是用不正当 虽然不是 不是直接的偷倒 但是一个一种 不正当的手段 去有机会去赚一百万的话 那这个是没有人不去做的 任何人都会去做 也许最少数的人就不会做 但是呢 现代这个社会 无于横流一个这样子社会当中 谁不去做这个事情 这不可能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呢 没有一个因果的观念 只要没有人发现 我都可以 这一生当中 只要没有人发现的话 这一生当中 我就不需要去服这个法律的责任 人死了以后呢 我也不承认有 猴使的存在 一切都结束了 那么这种观念下 就我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现在 这个道德的瞎滑 几乎看不见 这个底线的原因 是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因果 知人钱 我们知人钱 知人这个 来自于物质的这个 相守 我其他都不 我们都不承认 然而什么因果呀 后世呀 我们都不承认 人就这么一世 就这么一世当中 就应该去相守 这种观念 就是导致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 因果的观念 我们要坚定不语的 去相信因果 如果我们坚定不语的 去相信因果的话 那么今天你用一个 不正当的手段 去赚一百万 或者是几十万 这个完全可以 一辈子都没有人发现的话 那你会不会去做呢 不会做的 不会做 为什么 这个虽然没有人发现 但是呢 英国是存在的 英国总是存在 我不违背 不能违背英国 如果我违背了这个英国的话 这个有没有人发现 是另外一回事 我一定会有这个国宝惩罚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不应该去做 我不敢去做甚至是 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 英国的观念 然后我们可以用到 这个工作上 比如说 比如说公司里面的 有些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 这个拿到的一些东西 我不应该拥有的一些东西 如果没有这种英国观念的话 那么他就不太惯 这个应该不应该 只要有这个机会都会去做 但是有了英国的观念以后呢 那就不应该得到的 就不会去 不会去 不会去要 这叫做 佛法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 那他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我们要相信英国 才能够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 那我们如果根本就没有相信英国的话 那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英国的观念呢 那么没有这种英国观念 那我们什么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 这个不可以的 然后 慈悲心 菩提心 爱心 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要自己有慈悲心 爱心 然后我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如果我自己都没有这些慈悲心 那我拿什么东西去融入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要大做培养 大做修心 去培养慈悲心 要去培养出离心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有出离心的话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鉴定不易的出离心的话 那么就是为了赚钱 为了赚钱 去杀 倒 阴 汪 会不会去做这些呢 不会去做 不会去做这些 然后呢 一个贫穷 再贫穷的话 他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再贫穷的人 我们经常就遇到很多很多 非常贫穷的 但是他非常善良的 他非常懂得这个因果的驱舍 再贫穷也好 他该咬的咬 不该咬的 他不要 这个解写 是画得非常清楚 但是 如果没有这种因果的话 那他再有钱也好 不会没有这种满足 还有 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 这两个一个非常贫穷的人 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这两个的 这个道德的 这个尊责 这方面的驱舍 完全是不一样 完全不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不是客观的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一个 主观的一个间接上的 一个 一个因素 就导致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 我们必须要相信因果 因果这个观念呢 不仅是我们学佛 解脱 很有 很需要 而且 我们这个 现实生活当中呢 也是非常需要的 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 就最后 这个四个 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论会的痛苦 还有因果不序 这四个 训练的方法 这四个不同的 训练的方法 就是 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出离心 结果就是 出离心 然后 这个是出离心的 具体的 这个 实践的方法 训练的方法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 这就是 出离心的修法 出离心的修法 用我们现代的 世俗的话来讲 这个就是 出离心的一种 训练的方式 内在的 精神的训练 一种精神的训练方式 然后我们有了 出离心以后呢 有一个 标准的 出离心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 真正的进入 进入解脱岛 有了出离心 那么这个 大开解脱门的 禁要时 已经在我们 自己的手里了 然后呢 从此以后就是 进入 进入这个解脱岛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凡是学佛的人 凡是想解脱的人 第一个不能缺少的 这是第一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四个阶段当中的 四个阶段当中的 第一个阶段 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阶段 是入门 门入错了 这样子的话 那就后续的 一切的路 所有的路 都会错 如果这个门 没有走错 没有走错的话 那么在这个道路上 我们哪怕是 只能走一步 两步 三步 也是在 接脱的道路上 走 也是在 接脱的道路上 如果路走错了 走得再快 再远也好 这就是耿 接脱 背道而止 所以 出离心是 不能忽略的 出离心的 这个 理论 看起来 就是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非常深 我们认真的去 或者是 比较深层次的 去了解的时候 这个是出离心 对我们的生活 非常有联系 出离心这个名词 是一个佛教的名词 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名词 但是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 阶段 都跟出离心 非常有关系的 有出离心的话 我们 不但是 可以生活 而且 生活的更好 更有意思 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生活的目标 生活的意义 都一定会 提升 所以我们 很多人 学佛的人 就学了一段时间 以后 大家不想 修出离心 菩提心 天天讲这些 基础的东西 老师讲这些 最基础的 大家都不想听了 更不想修 这个是错误的 没有基础的话 那就是我们做 任何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 希望大家 认真的 去修出离心 那么另外 这个几个阶段 我们明天 继续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 来做回响 做回响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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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在 都 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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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